一年来 数字刷新 可能会最高价格 今天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过自己 许多人在背后 好 各位室友大家下午好 谢谢大家到来 我还是要先感谢王总给大伙这个平台 给大伙这个创造这么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聚在一起 一起学习研究提高的一个机会 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在各行各业都是我的老师 今天呢 站在这里我分享一段就是我所学习比较多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还是要 我特别要感谢我们这个美女助教燕子 帮我准备了大量的资料 然后做了整理编辑的工作 没有他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很难就是说有一份完整的讲义 今天大家也看到 我这个 因为上次大家反应比较好 我这次可能整理了更多的一些资料 大概有不到20毕业 到课后以后呢 因为大家好多我看都是抽面孔 非常非常好 我可以发电子版的给大家 让大家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啊 可以欣赏 所有这些图片资料都是在浩如烟海 这些个背景资料里面 我们的自己资料里面整理出来的 这好多 95%都是假的 大家网上搜索资料要非常小心 基本上呢 95%都是假的 要甄别它的真伪 所以说这个工作量很大 然后 感谢叶子吧 她 保不住了 给点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呢 还是先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上一张 是这样的 回顾上一张呢 我上次讲到了它这个原型号的名品呢 这个蓝 右的白龙纹的煤瓶 当时我讲的是咱们市面上的 世界上目前大家专家认可的是仅是三只 曾经在很多年以前 国内一家非常知名的拍卖公司 出过第四只 因为这是业内的 好多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只有行业内很深的人 我估计这个我们低龄肯定知道 它是我们的白石通 然后是这样的 当年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引起了轰动 因为毕竟国内突然冒出第四家了 而且上了拍卖公司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查一查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大的公司的名字 我不便于说是哪一家 当时是出了一件 然后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因此咱也去 各路专家要去看这个东西 结果呢 我也看过当时 因为我当时没有机会上手这一件 当时我在加拿大 大概是在这一晃快十几年 小二十年了 那些东西上手以后呢 众说纷纭 我看了当时的纪录片 他们当时的一些照片 我认同的其中一两个专家 就是心里边讲真话的那种 它实际上是一个 用老的一个底 用老底接了一个新的上面的这个部分 而且那个底呢 还不是这个 不是霉屏的底 大家知道不同的器物 它的底是不一样的 它实际上用了一个老的圆带的底 是个碗底 然后拉批 拉了个新的 为了掩盖那个阶胎呢 在上面这个地方涂了很厚一层的这个痕迹 所以在专家眼里还是可以看不错的 底是对的 然后那个整个上面是不对的 最后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就是整个行业内很多一些故事 有很多行业内的意识和故事 我以后会跟大家慢慢分享 因为我们作为普罗大众啊 我们的信息不对称 我们得到的好多信息都是不真实的 我们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 等一下给大家说几个 这个就跟大家提一下 最著名的这一件 下面要给我们找一件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堂讲的东西 大家别最后一个礼拜之后都忘了 这一件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圆形花 这大家不用有疑问 这是在博物馆管它 那么我们就再回顾一下它的圆形花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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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尾 大家跟我一起看啊 最上面还记得吧 这个是海水纹 海水纹 对了对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能看到这是个什么纹饰吗 麒麟 麒麟 这是个麒麟 这不是龙的 这是麒麟 好 这个呢就是葡萄纹 再往它有两个俯首尔 那边看不到了 但这个主题文是能看到的 这个是 这是牡丹纹 对了 这是牡丹纹 但是呢你看它是画的大蝉枝 大家注意 是大蝉枝的画法 蝉枝牡丹纹 然后这里呢有一圈非常小的 变形的这种方格纹 这不是纯粹的那个方格 它稍微有点菱形的设定 然后底下是 巴达马 对 这个巴达马 巴达马中间呢还画了一些这个 这个叶子叶片和花草 OK 整个呢就是我们上一讲 我们整个元代的一些 特征 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 传达一些我们一直以来错误的认知 而且特别好 王总发了一个那个 我们海外流失的文物 是吧 发了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呢 不是非常全面 但是至少它側面的也说明了一些 我们海外文物的流失的一个状况 我是心想说的是 我们文物的流失啊 没错 我们集中大规模的流失有两次 当然大家都知道 八国联军啊 我们晚清政府啊 当时是 是国难当头的时候 确实是被抢走了很多的国保和文物 这点我们不否认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文物流失 并不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 我们的国家在 有一段动荡的岁月 对吧 这段动荡岁月所损毁的文物 损失的文物 根本就是天文数 还有从那个建国以后 一直到改革开放的这个时间 这段时间 是国家行为 大规模的出口文物 乾隆六十年以后的 都是可以出口的 当时有明确的政策 大家愿意去可以去查一查 当时我们定的线是乾隆六十年 官邀 如果不是官邀 尺寸还可以放松 我们有多么夸张呢 就是当年那些老的文物这些工作者 就是他们那个大仓库 堆的就是堆积如山 全部都是这种我们自己的文物 各种的书画 字画瓷器 法郎盘 包括各种那个掐丝法郎青 各种 集中大规模的就是出口 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创毁 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是没有太好的资源 可以用来创毁 我们当时又贫油 又贫各种资源 又没有粮食 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 那最好的创毁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海外是有市场的 所以国家行为大规模的出口 这个量根本不是你想想 一家上海文物公司的一个小分店 那个文物店的仓库就能堆积如山 你看整个国家范围 再加上文革这十年的破坏 这十年的破坏不是你想想的 我举个我切身自己的例子 就是当年在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他家里的背景 是比较稍微富裕一些的 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 每次要填那个表格 要填出身 非常的自卑 就是要来想办法吧 从这个富农变成中农 从中农再变成下中农就是很不容易 填下中农都觉得很自卑 人家都是填贫农 到我们这儿填下中农 就是特别抬不起头来 就是那样一个畸形的年代 当时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 也是怕被打击 怕搞运动 怕被抓 然后就是趁夜趁着那个天不亮 我家里东西打碎了以后 找个地方把它埋了 怕人家抓出来翻出来 包括那些银元都扔掉了 银元大头 你何况慈禧其他那些宝贝呢 就整个那个运动在的时候 在那个大潮中 你是很难自保的 就整个那个潮流泥沙俱下的时候 就这么一种历史状态 当然我也很感谢 就是那个蓝又没瓶的那个家庭 他的母亲用墨汁把那个瓶子涂黑了 保存下来 可惜我父亲当年就好多就是打烂了 还要趁着天不亮悄悄的把它扔掉 他不敢讲 这是我们切身的故事 然后还有呢 就是最近我们这三十年改革开放 我们出土的文物仍然还是个天文首次 但是因为可能最近这些年 我们对文物的这个意识提高 它变得更加有价值 第二呢可能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 包括道德素质没有跟上 反而是向相反方向走 这一正一反了 就是说使得好多出土的文物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对这个整个的文物这些年也是 就是说实话完全没有跟上国际我们国内这个形式 造成了这个文物的出土是以千万件 我跟他讲是数以千万件 就是这三十年出土的新的 它不是东西是新的 它是新出土的 怎么办呢 因为国家这个文物政策限制 就是咱那个新疆那一件那么贵重的那个奉手糊出土了 都是用了九月才上交国家 这里面有非常大的漏洞 但政策方面也有空白 然后呢就造成了这个通过灰色地带出口 我所了解的就是 如果你有好东西想出去 有专业的队伍可以出口 你都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付钱 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都可以顺利出口 到哪呢 第一站就是香港 因为香港是最好的一个自由的港 又跟大陆又近 而且最近又收回香港 整个这个环境非常适合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的出口 也是数以千万计 我们损失的文革期间 以千万计 我们出口到国外的国家行为 也是以千万计 所以那个整个数字可能还不止 是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请大家要证实的是 其实这个文物真要到了海外 到了博物馆 我倒认为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它当然代表的是中华的文明 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它的艺术的结晶 这样可以全世界范围内 大家都能欣赏得到 而且还有大家要注意 不要一提这个就是我们被抢走的 被抢走的数量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比 威狐气 真的是威狐气 就抢了些都供给那个法国的皇帝 都在那个封南白鲁宫 大家都知道 钱真的还被盗了 这些宝贝基本都在那儿了 真的没有那么多 好多他们也是购买呀 包括当年我们自己有大股主商 我要提卢心斋 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可以搜搜他的股市 我们自己有很多大股主商 当年也就是处于这种灰色地带 一方面走私这个国宝到境外 另一方面呢换了钱呢 又支持当年的革命党闹革命 支持孙中山 支持蒋介石 所以他们也变得要 睁一只眼睁一只眼 所以这么多行为综合在一起 造成我们国家的文物流失这么多 这才是他背后真实的一个状况 而且大家还要想明白 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这些世界八大博物馆 很遗憾我们还差一家 是两家没去 其他的我们都去过N多次了 他们收藏的中国文物一万多件 比如说大都会 收藏一万多件中国文物 他收藏两万多三万多韩国文物 大家有没有想过 难道他七六个韩国吗 他七六个日本吗 他大规模在那烧插抢了一个吗 都不是的 为什么他有几万件 其他国家的文物 其实文物真正是被抢到外面的 没有我们自己宣传这么多 我们作为老百姓 稀里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就是我们的文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怎样一个流程 我讲了点题外文 好 我们这次课程的安排还是跟上次一样 我们呢 还是分两讲 上边先讲一堂课 然后中间给大家休息一下 提提问题 然后呢第二讲 再讲半堂课 然后大家课后再留一点时间 也可以看看视频 也可以我们大家提提问题 特别要跟大家嘱咐的是呢 这次我们讲的是永轩清华 永轩清华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没有接触上手太多 没有真正参加很多的国际大拍的拍摩会 但是它是大命顶顶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 初学者也好爱好者也好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个很深的水平的 想象不然很凉 应该都知道 永轩清华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所以说今天拜托大家 我带来的藏品不能拍照 大家可以欣赏 大家小范围我们作为学习研究之用 这一点我敢保证大家 你们今天绝对绝对来找 但是拜托 真的没有办法拍到 因为东西太过贵住 不希望照片的一些人 上手要小心 大家不要手传手 好吧 那我们开始先 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永乐 永乐皇帝啊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永乐皇帝是这个明代的皇帝里边 非常有抱负 非常有雄心 而且他又非常有魄力的这么一个皇帝 可能替永乐皇帝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我跟大家讲康熙皇帝的话 大家就感觉这个距离拉得很近 大家可能对康熙皇帝都非常了解 历史剧啊 各种野史啊 大家正史大家都看过了 这个永乐皇帝差不多就是 从我的理解 他的性格 他的这个作风 跟康熙皇帝是有一些类似的 是非常的有魄力 你想想他 他就甭说他御驾亲征了 光御驾亲征就N多次 我就不说具体多少次了 然后去平定各种悍乱 他有这个雄心可以说 征服蓝色的大海 这个一定要有相当的魄力 才敢走的这一步 正和七次下西洋 永乐这个修这个永乐大典 这个工程好凡到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想的 差不多集合了我们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什么中科院 社科院 所有这些高等的一些院所 集国家之力 几十年才完成一个永乐大典 而且这个永乐大典 当时在我们现在这个 都还有很高的这个地位 各个社会的各个行业 各个阶层 全部都给都把它 几乎都包括在里面 然后他 我这边特别有一个资料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呢 这个 他具体的事情啊 比如说他包括了 他在这个五四清征末北 然后正和下西洋 不用说了 他完成永乐大典的边转 而且他曾经八十万大军下安南 安南大家知道吗 安南就是实际上就是越南 越南 我们那个时候过去祖先管 他们叫交纸之国 交纸 为什么叫交纸呢 因为我们这些 在当年我们这些社会和祖先 他们是非常先进跟发达的 他们对这些国家 跟着交纸 就是脚要差起来的 脚要差起来 脚要差起来 腿就分开了 就说他们都不文明 不雅 就是做没有做想 就是他们脚要差起来的 就很不雅 就是带有非常强烈的贬义 他当年去征服这个 这些地方的国家 然后呢 非常著名的是 还有他的这个 书军这个大运轮 然后 建都北京 我觉得建都北京 影响了后面我们这几百年 非常重要的 当然他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 他是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最后 这个确定了一个 这个 建都北京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北京这么辉煌的 一个历史的一个名称 他呢 在位22年 永乐 年号永乐 他是1402 到1424 当然了 他呢也是因为 从这个 也不是很光彩吧 他登记这个继位的这个故事 他 反正也是有很多血腥的故事 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 但是我的这个 讲义上面有 大家可以看 我希望今天读给大家 有词题 有一例啊 就是当年 马维多多老师也讲过 就是他当年 他曾经用青花做过瓷砖 这件还是很创举的 这件事 规模非常大 可惜呢 那些东西都损毁了 我们现在很难 看到这个 这些个实物了 现在我们讲那个 元代的这个 永乐的这个 永乐的器物 永乐大家记住第一点 但是 当你提到永乐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第一个 概念跳到自己脑海里 是什么呢 你一提到永乐 你先想到永乐的大牌 我觉得是最好的 非常简单 永乐的名品里头 我第一要说的 最最常出现 最多的 就是永乐大牌 元代有没有 元代也有 但是元代呢 它的牌罐都还比较 都还挺多 但是永乐的话 这种大牌 它做得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整个 你看啊 我们先看这个纹饰 纹饰已经变得更加细节化了 对吧 跟那个元代的那种 潇洒那种蝉枝 它已经变得更加 有点更切近于公笔了 这个画 然后你看这些折织的 这些部分 这些折织的部分 也是有变化的 这一个是非常有名的 世界仅存三件 这是我们 故宫的其中一件 它是一个 兽带鸟 然后就是琵琶 整个它是一个 来俯身 然后回过头来 来捉拾这个琵琶 整个这个动感 非常强烈 整个这个画工 已经 清除于蓝 胜于蓝 还仍然有元清花的一些个调子 没错 整个这个文件 这种折颜 这种荷叶边 我们叫林口盘 这还都是元代的这个特色 而且它 其实一定不是平的 它是有一定的坡冷的 但是整个这个 文式的这个刻画 已经细腻深度的多了 就是这个工匠的手艺 是在提高和进步 而且它的清料呢 跟元清花的清料 几乎是一样的 仍然是用的苏玛丽清 我这次讲的时候 我就从气形文式清料 甚至胎底诱 我就一起讲了 不像元清花分开讲了 因为这次我们看的东西 特别的多 中间呢 再给大家穿插一些个 简陋的故事啊 坊间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就是希望大家别困 困了那也可以 只要别打呼噜就行 那这是最著名的一件 那叶子给我们看看下一件 我这个每一件的这个品种啊 我都有详细的它的那个 比较官方的专业的说明 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呢 可以要想看呢 可以详细的来看 具体是怎么来说来讲 因为它都是非常专业的知识 我不需要给大家念 我就希望给大家来点干的 这些呢大家内容 大家会自己补充 注意一点 坊间的真品 比如说永乐啊 宣德哪怕甚至到了清代的 这些个重器 你记住只要是重器 不单单看它 文士对 整个这个 它又都还有一眼不错 这个不够 记住了 我们有很多道代的重器 有馆藏的 有私人博物馆的 还有一些这个名家的 有一些是有传承的 器型要对 甚至它的尺寸都要对 不能说不能差毫厘 但是不能差多了 真正道代的器物 比如说你有件大块 大家有幸 你可以做个对比 我们专门研究过 这是我们自己对比的结果 各个大博物馆呢 同整类型的器物 它的直径 底径 高度足径 几乎都不差分毫 就可见当时是一种非常严格的 那时候已经引进了官窑的工艺 专门的都套官 元代开始就设福良辞居 福良就是景德镇 福良辞居就是专门为皇帝监督烧造的一个御用资器 所以到了永乐和宣德一朝的时候 这个体制已经变得非常的严格 执行的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下都不错 比它小一号差了三公分 我告诉你 这个基本上百分九十就不对了 极少遇到 什么都对 结果跟这个差一号 非常多 当然是历件就令到其说 或者是生活历件 比如说它这个 是一件比如说瓶子 或者是一个燕笛 水洗 这些尺寸是有差的 但像这种标准的大牌 尺寸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一件呢 我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下 这一件是我们市面上目前现存的 如果大家作为藏家今后 达到一定的水准 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话 这种是比较容易收藏到的 叫雍正一束连 也叫一把连 雍正也有 雍正也有 它就象征了 它就希望它的官员 要保生清廉 一品清廉 整个这个维饰 这种呢 是非常典型的 永乐时期的特征 大家要注意 就是这个整个图案的布局 是非常典型的 永乐时期特征 大家可以记住 你看永乐时期做这种 做的特别多 目前各大拍卖行 几乎都有见过 它的行情基本上在两三百万之间 好一点的 比如说梅音堂呢 可能能卖到五六百万 今年也有一件 是吧 但不是一把连的 今年那件是皇室之间 互相流传有序的 今天那件卖得比较多 对 那个我 今年我们去纽约上过手 非常漂亮 提到这个大牌啊 我顺道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大牌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能有底哈 底有吗 所有永乐的大牌 它那个背后的底呢 是不带这个柚的 是细沙底 非常光滑细嫩的细沙底 就是这个 这是一种感觉 如果有机会 我们学到中高级班 那我们去纽约会 有机会上手 这种细嫩的感觉 你不亲手触摸 都很难体会 这种细嫩的感觉 细腻 这种很滑润的感觉 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它是不带用的 细沙底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 我回到这个了 因为它开土 那个土质特别好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使用了二元配方 上一讲呢 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有瓷器告诉 他们听我课 是帮我找凑 像Frank这样的 还有我们这个 迪林老师 为什么我要提一下二元配方呢 我上次没讲 虽然给我说 是不是给大家提一下 简单的提一下 二元配方有一本书 可以给大家讲 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要二元配方呢 因为最好的土 送圆的时候用的差不多了 我们改用麻仓山的土 麻仓山的土也叫麻仓土 但是它的烧结难度非常大 它含有大量的铝 烧结难度非常大 所以但是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明 把它加入了其中一些微量的金属元素 这么样就变成了二元配方 我们会详细的讲 中高级班的时候 它擦了什么 擦了多少 怎么才能是倒带的二元配方 而不是后面上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提一下 因为上面有一个建议 那个西沙底啊 我们行业内叫什么呢 行业内可以这么说 我们管它叫婴儿的屁股 就是那种滑嫩的感觉 我跟你讲 有过之无不及 真不是夸张 而且甚至有种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种不是太冷的冬天 甚至是汗津津的婴儿的屁股 小孩出了汗以后那种感觉 真正好的倒带瓷器 你手一打 有那种汗津津的滑润的感觉 新瓷你注意是色的 你捧你家那碗了 哪怕你手上有水它是色的 然后你买那瓷砖 瓷砖上虽然有水 但是那感觉是色的 只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传世的瓷器 才是柔滑的感觉 大家记住 这个是永乐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那种细腻的滑润的感觉 任何朝代都比不了 元代都比不了 按说元代图也不错 为什么比不了呢 因为元代还是粗大粗放性的 到了永乐一朝 永乐一朝 这个永乐皇帝不但有康熙皇帝的雄心 它还有一些细致的地方 精雕细刻的部分 要求就更加严格 所以说永乐一朝 首先特别的规征 维世你看非常精致了 就跟你说到了清代官瑶 这个调子大家也可以认可了 但是元朝大家看 会不会画的这么公正 不会的 非常流畅 会潇洒的 但是你看到这时候非常规征 所以大家要记住 永乐一朝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它的那些胎底 你摸着不对 什么对都不行 因为它那个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土 所有房品 化工 没问题 我们有美院出来的 我们有三十年的老化工 我们有老化师 我们有画家 我可以高薪拼请 美院教授 他退休了干嘛 就给我画这个 没问题 对吧 景德镇有陶瓷学院 喂 你是陶瓷学院的 就给我造这个 你什么都不能干 也造得出来 柚子更没问题了 我们现代工业 航天飞机都上去了 调 嘿 颜色给我弄出来 公关 但是这个土 没有 很简单 记住这个感觉 你能杀掉百分之九十九的房品 甚至高往 那百分之一怎么办 那百分之一 看个人无形 但是记住 那百分之一 比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都重要 要靠大家听 下一个 哎 哎 这一件呢 是永乐 常见的一个气形 大家注意了吗 这个 元朝几乎不见 对吧 我们元代整个情况分析完了 那几百张照片 应该不记得见过这一类的 但是记住了 从永乐一朝开始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气形 所以大家要细微的体会 你通过上一讲到这一讲 它是有 有一种顺序下来的 哎 我要知道 哦元代是那么一个调子 到了永乐 哎 突然变化了 虽然它的清料还一样 但是注意啊 我随便举一个简单的 我很高深的要留到中高级班 没办法 大家看这个交液文呢 大家细细看这个交液文 它跟元代的交液文是有区别的 你找爱情不找爱情 他们要记不住就赖他们 像是讲了 元代的交液文呢 一根就是一根 它是这样分开的 到了 它开始变成重叠了 有层次了 原来是分开的 现在是重叠 后面压在一起 这是绝招啊 这个一般你不注意 你组结不出来的 这个你记下来就好 哎 你看 听出吧 非常清晰 就这一点 就是你上课不上课的区别 嗯 行 谢谢美女 哎 看交液文啊 有区别了 那怎么来看 我是元早期元晚期的呢 就这个就能看出来 元晚期就有那么一点点要挤在一块了 为什么一拿来 哎 元晚期的 这元早期的 其实 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元代晚期的 离元朝灭亡还十年 至正行 已经开始重叠了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对吧 嗯 接下来啊 接下来啊 这属于绝招 好 下一个 哎 这个 这个也是永乐一朝 比较特殊的气型 但是在永乐一朝非常常见 嗯 我还要补充一下 永乐和宣德这两朝的瓷器 它的地位到底有多高 我这么说吧 清三代的瓷器 几乎是我们国家瓷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巅峰 那个巅峰已经很难超越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巅峰状态 他们经常模仿永轩 经常有模仿永轩 追魔永轩 要达到它的效果 达到它的气型 你想想看 永轩它的那个艺术高度 和瓷器的高度 是有多高 就是我们这么样去怀念 追魔这样一个圣石 大家记住 这个气型非常的特殊 哎 它有两个如意尔 然后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上次拿了那件食物 有这个类似这样的气型 你穿了你记得吗 对吧 哎 然后呢它这明显带有一些这个波斯 和这个中南亚伊朗那边的一种文实的特征 可见当时那个文化艺术交流 包括郑和夏基安 那绝对是有一个 一个这个 艺术之间相互的融合 然后这个产生也变得更加细腻一些 大家体会这个调子 就是元朝金戈天马 到了永乐的时候变得细腻一些了 它的规制更加高一点 整个气型也变得更加规整一些 这个给大家叫一个叫什么呢 给个学名 这个呢 一般我们简称啊就是这种 就叫双耳糊 扁糊也行 因为它不是滚圆的 诶 那全称呢 我这上面都有 大家愿意熟悉也可以 名称这个东西啊 不要求绝对的准确 只要在关键点里讲完了就行了 因为可能不同专家之间 给的名字不完全一样 我们台北故宫 跟我北京故宫 对一键器物的命令都有出 所以这也是正常的 这个呢 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造型 大家看到了 但是那画了不同的器物 你看到吗 非常带有点那点胡人的那个调子 是吧 这显然都是我们 整个中国人的这个脸的那个状态 也是一个 就是 诶 不同的文化艺术件相重合 注意 这间有个非常好的地方 大家注意看巴大马 第二个要点呢 巴大马开始变化了 怎么变化自己体会 这巴大马已经明显不同了 注意看 这一件呢 这一件呢 就是那一件的底 大家注意这个底啊 这个给大家仔细看 它既不是方的 它也不是圆的 对吧 它是类似于我们学校 如果当年参加运动会 那种操场跑道的那个感觉 记住这个啊 房品经常出锁 房品不是这样的 你就记住这个感觉 这种操场的跑道 这是真品的特征 回想一下我们上学那些轻松岁月 山楂树下的故事 记住 那个时候 参加运动会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件是个名品 这一件呢 最多建于有乐 后朝偶尔有仿道的 但是这种一般都是道带有乐的 包括宣德都不多 这种它是特别的一个巴冷型的主菜 对 这是非常艺术的一个东西 然后整个里面有折制的花纹 然后有整个这个 这个文 然后它的制作工艺 这种形式呢 不光青花有 还有一些其他的 应该还有 对 给大家多看几个 这是非常特别的 几乎是永乐一朝的专有的气形 永乐一朝 这个我得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永乐皇帝呢 那它的艺术修养也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这个器物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 它是对这个瓷器非常有追求的 要注意这个品种啊 这是一个颂词的品种 这是一个歌诱 鲁观歌均定 是我们的五大名谣 宋代之后这个歌诱是非常非常的崇高地位和艺术修养的 永乐一朝 他在追摸宋词那种美 烧制了那种歌诱的这种八方图态 所以可见你看宋代的影响一直还 你看啊 清代追摸永乐 永乐还有追摸宋代 大家看到这个地位的一个传承 瓷器方面 这是青花的那个底 这是青花的那个底 大家注意 青花的那个底 它的内径是圆的 只有外径出这个棱 这是修胎的工艺 因为它里面修胎容易一些 修成圆的 外边才出这个棱 为什么这要有三个孔呢 因为它这个竹胎必须要保证它是空的 如果是石心一烧的时候有硬力它会变形 它会扁 所以说一定要留几个通气的空 这个地方是不试柚的 是不是绝对不试柚呢 其实不是 古代工匠在上柚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就上了柚 柚子不是湿漉漉的 就往那个窑里去烧 大家千万不要再想 这个柚子差不多阴的干了 有阴的半干 手摸不粘手了 这个状态的时候 才拿到窑里烧 而且进烧之前呢 把那个底柚 用那个竹刀把它刮掉 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干的 刮着这个棱子 因为它要把它修过 它怕它捏在那个窑具和那个霞波上面 就经常好的官窑记住 都是先上一圈固态柚 再把它轻轻刮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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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